《料理之王》第二季 馬上就要跟大家見面囉 我們這個最終決賽 當然要歡迎到的是 很可怕的飛行導師 他是甘板面界的大師 他也是主持界的大佬 更是美食界的大佬套 讓我歡迎真公國城 我自己主持美食節目 大概將近二十年 是 從來除了新加坡的美味天王之外 沒有一個舞台像你們這麼漂亮的 對不對 好羨慕哦 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節目嗎 你怎麼知道 我們常常去 都在一個斗市裡面 你知道嗎 也不去到斗市吧 你們這樣好漂亮哦 我們家很漂亮 而且料理更是不在話下 好吃到不行 這些選手都是很厲害的廚師 他們都煮得好好吃 可是他們今天坐在這裡 你就知道今天六位有多強 他們都曾經輸過是吧 對 曾經輸過 好感人哦 所以你看看 今天還來 買賣不成仁義在 對 沒有因為輸贏而交惡 對 這個節目就很... 磁場就很棒 對 比賽都是有運氣的成分 所以冠軍的話 必然他今天 幸運之神是眷顧他的 然後臨場的表現 和反應是非常穩定的 所有的問題 全部都能夠預先 超前部署 預作安排 然後排除萬難 忠實呈現 我相信今天他就是總冠軍 小愛 你自己喜歡吃起司嗎 我是非常喜歡 你看我的這個體型就知道了 我喜歡吃起司 沒關係 起司有鈣 普通鈣 多吃一點 你的體型有什麼問題嗎 對啊 你不要在晨晨哥面前 講這種話好不好 過分 你已經瘦了 晨晨哥 你要再多吃一點起司 永凡是不是有七點的 對 餅集是不是 我有二十六張 二十六張 然後... 二十六張啊 對 他是... 他是從... 每一年烤一個 哇 你再二十六張 就可以打布格牌了耶 這是什麼想法 炒過這個芥菜的香味 才會出來 如果沒有炒過的話 這個芥菜 它就是苦味會太明顯 很多孩子小時候 其實都不太敢吃芥菜 對啊 後來長大 吃的人越來越多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發現日子更苦 對 長大吃才習慣嘛 對 對 大家好 我是福燕愛 如果你還沒開訂閱 料理之王頻道 現在趕快訂閱下去 記得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哦